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transfer to overseas 向海外转移 这个时候发生的情况是什么呢 是因为海外的要素价格低 就产生了很高的投资回报 这样就吸引更多的投资流向海外 产生的投资收益就回流到 这个capital market 所以美国的这个金融资本的市场上 那它会带动什么呢 就会带动机构投资人 我们就说institution investors 机构投资人拥有大量投资 它和直接和海外结合 它形成了一个闭环 就是产业外移获得海外收益 回流美国资本市场 形成机构投资人的收益 机构投资人就进一步投资于资本市场 就形成了金融资本自身的循环 那它就并不要把投资投向实体产业 这时候呢 一般的所谓interprises 我们指的是physical production physical production指的是实体产业 是industries 它因得不到投资 而就出现衰败 实体产业衰败就会减少 employment 就是减少雇佣工人 那减少雇佣工人呢 它同时就会减少对政府的 社会保障的这部分 叫social security expense 政府得到的这个 原来应该得到的这个 这个社会保障的资金呢 应该进入政府做再分配 我们一般叫做政府的社会保障开支 主要来源于从企业 企业主要来源于它对工人的雇佣 他必须承担工人的全部福利开支 所以一般企业雇佣一个工人 他的工资只是一个一定的百分比 大约应该是另外在支付 40%到50%用于这个工人的扩大再生产 或者用于他的社会保障 当这部分下降的时候 就导致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失业 失业就转化成街头政治 甚至转化成street violence 街头暴力 那政府呢就得更加大警察投入 加大更多的政府财政开支 都会转化成政府的债务和赤字 deficit或者转化成政府的债务 那政府就得继续去发债 发债就得跟量化宽松结合 这个大家就应该看到明白了 就是美国的主要的 这个利益呢 是金融资本的利益 金融资本可以在右侧 右上方这边呢 形成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循环 同时呢 这个因为美国政府发债 又只能靠金融资本集团 增发货币来购买 因此就导致政府的权利 跟金融资本之间 形成了一种紧密的勾连关系 这个不是什么好事和坏事 只是一个客观的结合 越多的变成债务 就越多的要靠金融资本家 来创造货币 来跟政府的债务结合 那这就变成了一个 政府跟金融资本之间的 紧密的利益相关 因此呢 就不存在 真正意义的社会公正 而主要是考虑 金融资本和政府债务之间的 这种紧密利益相关 形成美国的 所谓全球政策 那这个金融资本呢 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的流出和流入 那因此这个金融资本呢 就更多的靠的 金融资本家的集团们 更多的靠的是美联储的利率政策 刚才那张图上 利率的波动起伏变化 和 这张图 这张结构图上所分析的 美国发生的 内在的经济结构变化 是有个因果关系的 这个是因 那个是果 刚才出的那张大图是果 这是个因 那接下来呢 它会导致什么呢 文字解释的下半部分 就是今天在金融资本阶段 基本经济概念 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 资本 过去是稀缺要素 现在呢 是发达国家资本过剩 发展中国家资本稀缺 第二 是这个所谓债务 过去是债务必须刚性支付 现在债务可以是资产 第三 我们看利率 过去呢 利率是正的 现在利率可以是负利率 从量化宽松到超级量化宽松的时候 就是零利率或负利率 但它仍然是资产 就是零利率的这个资金 负利率的资金 仍然是资产 这个资产是可以自由流动的 去获得 越是低价格的资金 就是低利率资金 利率是资金价格 越是低价格的资金 越是被更多的人愿意要接受 所以当发展中国家出现通货膨胀 资金利率上升的时候 恰恰是发达国家 因资金过剩 而把利率降到零 这个零利率的资金 跟发展中国家高利率的资金之间竞争呢 当然是发达国家赢了 这点是普遍现象 我们还是讲的一个非常客观的现象 不带好坏对错的评价 只是说 在资金竞争上 其实没有真正的所谓自由 因为资金竞争是绝对不等价的 发达国家 我们刚才讲了 就是注意第二条 第一条已经说了 资本在发达国家是过剩的 在发展中国家是短缺的 因此呢 资本的价格在发达国家就是低的 在发展中国家就是高的 那又由于债务是可以变成资产的 因此发达国家就大量制造资本 这个资本又是低价格的 因此只要你是坚持自由市场的 发展中国家 你一定会被发达国家的零利率的资金打败 这个是个很重要的规律 我希望我再停一下 请你们再想想这个事 是不是这么回事 听懂没听懂 就这几个重要的经济概念的改变 标示着今天所谓竞争的严重不平等 在金融资本阶段的竞争是严重不平等的 你们现在是要开动脑筋思考 PPD我会给你们的 你就想这个道理是不是懂了 这么说可能经济概念你们听起来有点累 就是你手里的比如说某个东西你是富裕的 你是太多了 别人手里这个东西是少的 那对你来说你这个东西就不值钱 对他来说就值钱 所以你跟他之间的交易 当然你就比较占优势地位 就这么个道理 其实就是资金在发达国家是过剩的 在发展中国家是短缺的 这个短缺主要指的是硬通货 你自己印多少钱没有用 因为是太软 soft currency 那你需要硬通货你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去交易 你想买石油还是要想买粮食 你只能使用硬通货支付 使用你本国货币人家是不认的 那好了用硬通货支付 主要是美元 那好了那美元在他那来说是可以印的 他可以印钞 他可以发行 所以对他来说呢美元是无限量供应的 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呢 要得到美元却必须换 拿什么去换呢 拿给资源产品去换 你要生产你就得得到他的这个资金 就是你要买东西要拿他的钱 你要把东西卖出去才能有他的钱 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实际的处境 那你的资本短缺他的资本过剩 就导致他的资本价格低 你的资本价格高 你只要要他的资本 你自己的国内资本就被他打败了 因为你的国内资本价格是高的 这道理听起来有点不那么容易接受 他就是这么简单 你只要是你的东西贵 他的东西便宜 你就要他的 对吧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说把这几个概念 注意哈 就是这个资本的概念 债的概念 利率的概念 先讲一讲 大家就明白了 好了 当他用资本在生前生息 在金融资本获益的这个领域中 维持运转的时候 交易就是可以不用人交易 可以用机器交易 这在美国现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 就是他在你比如说这边人有几个做多的 那边的人有几个做空的 大家都来投资 谁来撮合呢 过去是交易员 对吧 一个人他要面对几台屏幕 然后他来分析 然后做出判断 现在电脑直接处理 他会把所有的多空交易配对 自己在电脑里配对 打掉所有多空交易中的平衡 然后再看 做多的最后多多少 做空的最后做多少 然后他会一次性的完成 成千上万笔交易 现在已经不再是用交易员 而直接用电脑缩合 这在电脑上就完成了 成千上万笔交易 瞬间就完成了 因此电脑交易的这个市场 它的那个造成金融交易的那个交易频次 和每一个交易产生增加值的能力 都大幅度提高 因此美国现在仍然是世界GDP最高的国家 因为它的金融为主的经济 现在已经完全是电脑交易了 这其实对于这个金融资本这个阶段来说 毫无疑问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但对于经济本身来说 很可能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我们没有还仍然不做对错好坏的判断 我们只是告诉大家 这个客观发生的这样一个事情 它改变了人们脑子里过去的那些经济规律 欠债还钱 天经利益这件事情不再是了 大家都认为过去资本是短缺的 不再是了 大家都认为利率应该是正的 现在对不起 可以负利率 交易账量进行 所有这些人们脑子里的概念 如果跟不上这个变化 就意味着我们其实没有进入到资本主义的金融资本阶段 我这时候要加一句评价了 这个东西很可怕 它完全不再由一个正常的理性思维来控制了 你的概念的基本内涵都改了 你的理性思维是逻辑的 应该是一个非常logical的thinking way 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 这就很糟糕 你很难去理解这样的一个经济运作 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做局 就是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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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或者是下层社会 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贫困的 根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是报复的 所以当下层社会走向反抗的时候 往往是盲目的 盲目的反抗只能去找 要么是宗教的武器 今天的所谓 这个 伊斯兰国等等这种 要么找宗教的武器 要么就去找了某种传统意识形态 所以你看所有的这些下层社会的 这种暴力反抗 几乎都是走回到传统宗教 传统意识形态 包括现在很多人认同毛主义 其实毛主义也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意识形态 它如果不能自我更新 同样是不能适合现在这个新的经济形势的 所以我们说如果把经济问题 当作一个基础来看待 当这个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 它的内涵都在变化 它的概念都在变化的时候 我们用过去的一般的逻辑思维去理解 今天我们为什么这么多的不安 这么多的问题 甚至为什么贫者欲贫 负者欲负 我们几乎已经无法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了 所以思想的理论的创新今天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只是一个部分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好了 这张图是一个补充说明 告诉大家进入21世纪之后 发达国家普遍出现了政府的社会开支过重 而政府社会开支过重呢 其实更主要的是用来解释欧元区的所谓量化宽松 为什么叫欧洲版 欧版的量化宽松是一个很尴尬的局面 它为什么不能像日版 为什么做不了日本那种事情 是因为欧元区国家财政不同意 每个国家财政是独立的 归每个国家的政府 但是货币被欧元区上收到欧洲央行 例如美国可以靠增发的货币来买增发的国债 欧洲不行 欧洲只有一手发国债 因此出现了欧洲五国 就PEX 葡萄牙 意大利 爱尔兰 希腊 西班牙 五个欧洲高债务国家 都属于加入欧元区之后 没有本国货币发行权 唯独发债 才能维持社会的基本开支 所以越是社会开支高的国家 就越是高债务国家 高债务国家没有货币发行权 不能买他自己的债务的时候 那他的债务危机爆发 那在这种情况下 欧洲不得不推出欧版的量化宽松 就是欧洲央行增发货币 来帮助高债务国家 助务资金 高债务国家 助务资金又不能搞生产 因为它是负债太高了 那怎么办呢 只能买债 所以欧版的量化宽松比 美版差远了 欧洲没有抵抗美元的能力 那我们看美国自己 大家注意 它在从进入金融资本阶段之后 它所出现的也是实体经济的利润 大幅的下降 我刚才讲到的那个情况 对于美国来说呢 就是一个实体产业的利润下降 然后唯有资本收益上升 这样一个过程 这刚才我们已经基本讲过这个道理了 那它的美元的一个重要的去处 是发展中国家 这张图 我已经用了十几年了 当年去美国讲学 就用这张图 解释中美两国的关系 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太清楚 其实乌亚虎讲了一个很简单的英语句式 叫The More The More The More 下面这个是指的一般商品输出 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越多的向美国出口 The More Exploration from China to United States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中国拿到的更多的这个叫做 Currency Account Current Account 这Current Account对中国来说是一个 surplus 就是经常账户的英语 大量出口获得经常账户英语 那美国人不允许你买它的技术 也不允许你买它的资源 只允许干嘛呢 投资美国的国债市场 于是会就变成 The More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the More 就是对中国来说 The More Invest into American Bond Markets 就是美国的国债市场 越多的投资于美国国债市场 那对美国来说呢 也是The More The More 越多的所谓Current Account Deficit 越多的Capital Account Surplus 美国越多的进口中国商品 出现越多的贸易赤字 就使得中国越多的向美国资本市场注入资金 它就越多的得到资本市场 资本账户的英语 也就是它的贸易账户的亏损 恰恰用资本账户英语来填补 这又是个道理 听起来又有点费劲 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去再想想 是不是这么回事 这个是个 我说英语句是很简单 叫The More The More 中国是更多的得到 向美国出口的收入 但也得更多的向美国资本市场投资 投哪呢 投美国国债 美国呢 更多的形成它的贸易赤字 但因为你只能向它的国债投资 所以它得到更多的资本市场的英语 对中国对美国来说 都是各自有一个The More The More 听懂了 想想这个道理 这其实是维持 金融资本阶段的资本收益的重要的规律 靠谁 靠的是向美国出口的国家 所以为什么今天大家看到 当川普提出要对中国出口 征收高关税的时候 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政府现在态度不明朗 甚至是很软弱 其实他们是不了解这个规律 在中国已经有相当多的这个所谓 这个怎么说呢 叫Policy Researcher 这个政策研究人员 把这个规律看得很清楚 Trump的政策是比较直白的 毫不掩饰地表示了他对美国经济现状的不满 这个谁都不满 他的前任奥巴马也不满 但是奥巴马没办法改变 尽管他上任上来的他的竞选口号是 We can make change 那结果呢 Can not make change 那换了Trump Trump说的其实跟奥巴马没有太大的差别 比他更直白 他要求的是 Reset up or regenerate the physical industry physical production inside United States 他要求的是重新振兴 美国的工业经济 实业经济 当然有条件 但是有一点是有麻烦的 就当他大量减少中国大陆的贸易盈余的时候 就改变了的more 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开始大规模抛售美债 过去中国大陆是美债第一购买国 现在开始大规模抛售美债 已经抛了一万两千亿了 那就意味着美国国债的最大买主 the big buyer 将会消失了 而这些向美国出口的国家 就是他现在的谈判对手 不光是中国 包括墨西哥 像墨西哥多少 因为墨西哥基本维持跟美国的贸易平衡 中国是有大量的贸易 英语的 用英语去买美国国债 美国才有金融资本经济 好了 如果他要是少了一个大买主 美国的国债就会出现下滑 所以我告诉有我们的那个团队里边的做金融分析的人 我说你们注意 注意什么呢 美债指数 美元指数 美股指数 这三大指数之间的相关关系的变化 无论你们家里边有谁是做这个投资的 这都是新的三个指数关系 它会直接影响 川普本身 他的政策是否能够有效 今天中国的这个态势呢 尽管有人担心说中国的外汇储备会大量流失 但很少有人在意 就是这其实并不是太严重的问题 因为我们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曾经是严重的外债 外储不足 直到一九九四年 最近大概二十年左右吧 中国的外汇储备还是赤字 也就是说一九九四年你要还的 支付掉的外债 都是支付 就是支付不起的 差了很多 差了三分之一 二十多年前我们是一个净债无果 我们现在呢 应该说已经有 到今天吧 还有两万九千亿美元 上个月我们还有三万零几亿美元 在那之前呢 在三万两千亿美元 在2015年 14年最高峰的时候 14年最高峰的时候 我们曾经达到三万九千亿美元 现在减掉了一万亿美元了 中国人大量抛售美债 这个会导致美债指数会发生变化的 所以我们客观的看呢 就是这个这个结构关系 对于今天的这个美国政府的政策 的效果会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 我们还得注意哈 其实整个不光中国 整个这个西太平洋 中日韩三国 都是美国国债投资的 最主要的国家 我们把这个 这个这些国债投资 把这些国家形成的美元 然后这些国家用这个美元 去投资美国国债 变成跟美国之间 最为紧密的战略同盟关系 再过一张下一张 对 这里面看为什么说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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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这个政策很直白 但他的效果是打破原有的 这个的摩的摩这样的一个关系 会很危险 对美国很危险哈 对我们来说还不是特别严重 因为我们反正是在实体经济这样一个 过程之中 美国为什么严重呢 你看 这是2017年美国要要要 要增加的所谓4.2万亿的 这个这个这个开支 4.2万亿美国政府开支 其中有些东西是不能降的 比如军费 它是不能减的 美国军费现在仍然占全球的40% 这是把它所有的军费加总 加在一起算占全球40% 它的医保 它的社保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不能减的 因为它的贫困人口在增加 那其他的小项开支 也是减不下来的 再看它的 The Total Credit Market Debt 所以 这个这部分不是政府负债 但是你看它增长的 增长的幅度 从80年代开始 是陡然向上涨 只有克林顿政府时期 这个债务增长的速度相对平缓 那是一样 里根到特朗普的 这个这个几十年里边 从里根开始就是高负债 然后呢到 只有这个克林顿时代 这个 克林顿要求美国财政减赤字 因此呢这段时间 美国的负债是平缓的 就是这个 克林顿执政的时候 再换了布什 再换了这个 奥巴马 债务都是躲然上升的 特别是从2001年 这个911事件发生以后 美国 打了多场战争 大量的增加了军费开支 所以债务率的增长速非常快 你们看到2016年 就是在这个最后一年 就是奥巴马交权的最后一年 美国的这个债务增长 是大大超过以前 就是著途表达的 你看他前几年没那么高 但这陡然上去了 接下来就 这个摊子是 Trump 我在要求我的团队 做一个paper 讲美国的政治周期 和美国的债务周期 其实是高度一致的 所以大家别觉得 好像新上来一个美国总统 这个天下就会发生 什么样的重大的改变 规律在这摆着 客观规律是很难被扭转的 你只能跟着客观规律走 你要硬扭转客观规律的结果 是你遭受巨大的代价 所以我们看 Trump的这个 接这个总统权力的时候 正是美国的债务最高的时候 他如果改变现有 他就前几任形成的 这个经济秩序 对他来说呢 将会是很严重的后果 所以大家看觉得 好像中国不动 不动的原因是 要观察一段 看他他现在想要实现的 所谓的决策 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到目前为止呢 所谓中美贸易战刚刚开始 打的是小仗 这两天刚刚宣布 对中国的不锈钢板材 征收反倾销税 而且是高达百分之几百 好像是百分之二百多的 反倾销税 一百八是吧 是上到了历史前所未有的高点了 但是呢是个小项目 因为中国向美国出口的 不锈钢板材 只有大概九十亿美元 中国每年从美国获得的 贸易顺差是三千多亿美元 最高的时候是五千多亿 所以一个九十亿美元的项目 象征性的 不至于马上就引起多么大的变化 所以我们看这个客观的 美国的实际情况 我们应该知道 他在高债务的压力之下 很难做出真正有意义的调整 最根本的原因还在这张图上 这张图给大家解释的是 美国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 到目前为止 它仍然是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 为什么是储备货币呢 是因为大家要用美元结算 用美元结算的客观现实 导致世界各国都必须储备足够的美元 才能去买粮食 买石油 买原材料 而这点又是和什么有机结合的呢 是和美国原来放弃黄金本位的时候 美国选择了跟石油输出国组织 进行战略结盟 要求石油输出的这些国家 都只用美元来结算石油出口 这就是频繁发生中东战争的内因 大家看到的都是中东 今天出个照片 小男孩在那哭 明天出个照片 小女孩被烧伤 大家都有同情心 因此人们关注着中东的整个局势 很少有人注意 背后是石油 而石油打的是什么 打的是任何国家 不得放弃以美元作为结算货币 举例说 1999年欧元闻市 大家注意 原来德国马克 DM 德国马克 是世界重要结算货币 然后呢 深蓝色的是英镑 浅蓝色的是日元 橘黄色的是Others 其他货币 意大利利拉 France 等等这些 那当 这个 这个 99年欧元闻市的时候 欧元陡然占了一个大块份额 就欧元抢占了储备货币的份额 当然也就抢占了结算货币的份额 欧元 一开始发行 就比美元高百分之十几的 这个币值 也就是欧元更值钱 因为欧盟就派出代表团去游说各国 就像美国197年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 美元不再兑换黄金以后 美国去游说整个石油输出国 特别是阿拉伯世界 你们的石油用美元结算 我保证你们的利益不受任何影响 因此 在所有这些阿拉伯产油国 净是求斩国 就在美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 那是非常不正确的 但是他们都得到了保护 整个包括比如像沙特呀等等这些 甚至甚至连你们也知道 本阿登是沙特的这个王子 对吧 等等 就是哪怕是制造了巨大的损失的 这样的这样的领导人 对美国来说呢 他也是怎么怎么着的 就是反正你看他跟这个石油的 这个利益的关系呢 是他可以放弃很多他的原则的 那这个1999年欧元问世以后 欧元比美元值钱呢 欧元去动员大家说 你们用欧元做储备货币 用欧元来结算 比用美元好啊 那好了 就有几个比较强势的人物站出来 其中北朝鲜的金正日 伊朗的萨达姆侯赛因 利比亚的卡扎菲等等 当然伊朗这个不用说了 都是这个拒绝美元的 但是萨达姆可是一个每年出口几百亿美元石油的重要的出口国 卡扎菲也是 萨达姆侯赛因宣布 我的石油出口只用欧元结算 放弃美元 那就导致了伊拉克战争 当然美国人不是这么说的 美国人说是因为你有这个叫做mass killing 你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当然最后查不到 没有 那也把萨达姆侯赛因吊死了 吊死原因是他敢 迫害美元作为世界主要结算货币的地位 当然这只是一个说法 我们不坚持任何单一的解释 我们只说这是解释之一 而利比亚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谁这个这个卡扎菲 更厉害 他说他不相信美元也不相信欧元 说你们都不过是纸币 所以他要用黄金结算 这就要等于让世界回到第一次大战 黄金本位上 这当然就欧洲人也出来了 于是乎欧美联手把卡扎菲干掉 这北朝鲜 说他是邪恶国家 其实北朝鲜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被干掉 他的贸易量太小 他大概一年只有几十亿美元的贸易量 他无论用什么货币结算都无伤打压 当然这个也不算是正式的解释 只是这么一说 他并不 但是你如果要 你们有谁去北朝鲜 你们应该知道 到北朝鲜美元是绝对没用的 你只能有欧元 他是拒绝用美元的国家之一 你们看拒绝用美元的国家 基本上都是被美国列为邪恶国家的 因此注意这个这张图呢 看着大家觉得好像看不出什么来 其实背后有无数的故事 有很多故事呢是很惨烈的 你像利比亚现在就是一片 这个混乱了 原来有一个有有个强人能够控制 还算稳定 大家都知道利比亚过去靠石油收益 能够做到没有任何人上学要花钱 没有任何人养老要花钱 没有任何人住医院 上医院看病要花钱 全部都是公费开支 它是一个世界福利最高的国家 现在已经彻底的垮掉了 这个算是重要的失败国家之一了 所以我们看这个金融资本阶段 美元之所以能够靠印出美钞 就能够解决债务的原因 是因为必须要它 必须要它的原因是它世界的结算货币 那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负债 都必须用主权 让渡主权来偿还 让渡资源来偿还 是因为你的货币不是结算货币 你的货币不被人家储备 你的货币就是软货币 Soft currency 要想让你的货币成为硬通货 Hot currency 你就必须变成世界贸易的结算货币 和储备货币 所以现在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越来越紧张 很多人都说是因为中国 这个不对那个不对 其实最大的不对是什么 是签订双边货币协定 中国人不仅签订双边货币协定 跟周边国家签 而且签到了非洲 签到了拉美 还在世界上建立了好多个 人民币结算中心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把东西给你 你没钱吧 好了 你可以跟我做某些交易 那 你现在没有 马上没有现钱 可以不马上还 等以后你再还 以后什么呢 等你挣了人民币 你再用人民币还 这样呢 就等于扩大了中国的出口 形成这些穷国 能够仍然有 生活必需品 也仍然能够有基本建设 比如帮你修铁路 帮你修公路 甚至帮你建体育场 帮你建学校 建医院 都帮你建 等你建起来了 你的生活水平上来了 你的生产有了 你的经济能力都有了 你再慢慢还 这样呢 就等于中国用一般西方货币不干的事 西方投资人不干的事 西方投资人说 你要想建个体育场 那是公共开支 你应该政府财政拿钱 凭什么让我投资人拿钱 不干 你要建医院 那也应该是政府的公共开支 我怎么能给你建医院呢 中国人去了 什么都干 体育场 医院 学校 打包 最后 唯一的要求就是 你的资源 我帮你开发 开发是产生收益 你就 顶了你的这个债务 你发生自己开发 你有困难吗 是你的 所有权是你的 我帮你开发 就中国人用这种组合投资 我们叫做portfolio 这种组合投资的方式 集合国内的优势企业 进入到非洲 拉丁美洲 形成了很多 和西方的竞争 再加上 它可以用人民币结算 就意味着 人民币事实上 变成了结算货币 变成结算货币 再加上人民币加入SDR 这个所谓一篮子货币的 这个IMF的计划 一篮子货币就可以被当作 硬通货来抵押 换取支付 就是如果我有了债务 我有了需要 我可以用SDR 去得到硬通货 这等于人民币在某些领域 得到了硬通货的地位 在这些问题上 是发生冲突的 这是confrontation 否则 如果你看现在 它的 这个 这张图上 表现不出任何人民币的地位 就是正式作为世界 结算货币 不是的 正式作为世界储备货币 也不是的 远远的做不到 所以当我们讲金融资本全球化 讲金融资本危机的时候 注意哈 如果 越来越多的国家 接受人民币 那就意味着实际上 人民币成为了这些国家的 可用的 可用于交易的中介 你比如到泰国 你可能会有些 店铺 他接受人民币 或者你比如到越南 有些地方 他接受人民币 到周边 很多国家 他接受人民币的原因 很简单 因为他有 那个人民币结算中心 他可以结算 结算就意味着 对不起 你买东西用的人民币 就意味着人民币 变成了可结算的货币了 但这个结算 双边的货币协定呢 只在周边的国家签 那现在是签到了非洲 签到拉丁美洲等等 这样 这就形成了 不纳入 世界硬通货 因为人民币是不可自由兑换的 你只要不是一个 free convertible 你就不被承认为 可以作为结算货币的 那他只能用这种方式 渐进的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的走 来使人民币被周边国家接受 这就是今天在金融资本阶段 所事实上发生的斗争 这个斗争到底结果如何 目前看呢 还看不到出来 我们只是说呢 需要有个过程 这张图给出的什么呢 就是实际上 我们刚才讲到的内容 这上面都有了 我们再说呢 说这个 就是实际上 看全球的GDP增长 随着人口的增加 真实GDP 把那个虚拟的那部分 虚拟投资的那部分 把它刨掉的话 我们只看真实GDP 每一个十年 人口增长一个台阶 人均的真实GDP 是下降的 这是世界银行给出的图 那我们看什么在上升呢 就虚拟部分 这金融资产的这个 这个增长速度 是几百倍的快于以往 这个可以理解 是因为做金融资本交易 产生增值太容易了 也太便宜了 做这种事情 不必考虑别的 你只要能够 让别的国家 接受你的货币 你就赚了嘛 因此今天 金融资本全球化阶段 最大的制度要求 或者叫最根本性的制度要求 就是金融自由开放 我们把它叫做金融无边疆 以使得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 是一个完全不受限制的 只有你接受它的货币 允许它的金融资本 在你的国家经济流动中 自由流动 才能使它的利益最大化 因为它是一个几乎零成本的 就出现大量的信用 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种状况 所以我们说这个道理呢 其实已经讲过了 也因此导致 它必须有吸纳金融资本的 这个这个领域 这个领域就是今天的speculation 投机产品 那投机产品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 美国的这个所谓衍生品交易 在80年代金自由主义政策以来 20年期间翻了2000多种 就是不断翻新衍生品交易 债务可以衍生 期货可以衍生 股票可以衍生 它都可以衍生出大量的 这些高风险的投机资本 让这些高风险的投机资本领域 大量吸纳 它增发的流动性 因为这些高风险产生的风险 最后把这个流动性消灭掉 它就把这个金融游戏 玩成一个圈了 这样呢 它就可以继续下去 所以我们看今天的这个 美国的经济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它是一个不断的创造流动性 同时也不断消灭流动性的 这么一种状况 但对于发展中国来说 就造成了严重的调控困难 所以这张图呢 我们可以看 对北方国家来说 就是所谓金融资本主导国家 它可以不断的增加流动性 而对于南方国家来说 你在实体经济阶段 你就要接受 它所造成的这些 量化宽松派生出的这些流动性 那这些呢 通过机构投资人 投资到什么呢 投资到资本市场 形成资本市场的演成品交易 那在资本市场获利 同时又投资到 所谓的原材料期货呀 或者是能源期货呀 粮食期货 投资到期货市场上 在期货市场 现在不交割的投资人 已经占了绝对比重 超过一半以上 是来投机的 真正想在期货市场上 完成能源购买 或者粮食购买的 不到一半了 那兴风作浪的 就是那些投机的 所以期货市场的变化 价格大起大落 往往是 它价格一起 进口国就是通货膨胀 我们叫做 输入型通货膨胀 就是进口通胀 它价格一落 你叫做进口通缩 进口通货紧缩 叫import inflation or import deflation 这都是在期货市场上 新风作浪造成的 根本不是石油短缺了 或者粮食短缺了 不是 它跟实物实体之间 关系越来越小 跟投机关系越来越大 就我刚才讲到 80年代的90年代 这两个短短的十年期间 美国人造成了 2000多种衍生品交易 这些东西是导致 贫者一贫 负者一负 导致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困难 发达的金融资本国家 越来越强大 不瞄准金融资本 我们是搞不清楚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回事 好了 那当原材料期货 大价格上涨的时候 就导致这个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的实体经济 都受到严重的损失 所以首先是发达国家 自己也受不了原材料价格 石油价格上涨 那他们就会放弃 这个实体经济 但同时他的消费需求 也会下降 那就会导致对于 像中国这种实体经济呢 他的这个出口下降 那中国就得靠国债 来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 替代外部需求 那这个 因为他要搞基本建设 他就得从国际市场 购买原材料 购买原材料呢 就等于输入通胀 输入通胀就导致 基础商品价格上升 这样呢 又导致实体经济受到 负面的影响 那这个 国家的宏观调控 如果大量投资 基本建设又导致要素价格的上升 那对于这个 发展中国家来说呢 他就会 出现收益下降 同样会严重打击实体经济 打击实体经济资金就吸出 进入投机品市场 甚至进一步造成高利贷 反过来再会影响 基础实施建设 那对于地方政府 配合基本建设来说呢 他就会导致地方的高负债 所以这样呢 就会出现什么呢 就会出现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像中国这样 庞大的实体经济国家 宏观调控两难 那再来看呢 海外的这个资本市场上 所形成的低价格的资金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大量进入已经高负债 甚至被高利贷缠身的 发展中国家的实体经济 就导致他可以做战略收购 那他就两头都赚钱了 一头呢 通过期货市场赚钱 一头呢 通过资金市场赚钱 这样呢 就使得发展中国家 向发达国家 做了更多的利益输送 这就是我们现在 所看到的实际情况 最后 我们再说一下 中国和美国之间 战略对创 根本原因 我们知道这些年 中国大量向美国出口 最多的年份 一年五千多亿美元的贸易盈余 这些贸易盈余流进中国 都会导致货币增发 因为中国是严格管控外汇的 有一块钱美元进来 立刻转化成 增发六块到七块人民币 因此大家可以从这张图上看到 人民币的增发速度 就这个红线 是最快的 而主要的时间段 恰恰就是中国对 美国大量出口的这个阶段 人民币大量增发 上面那张图 给出的是人民币 美元 日元 的总量 用M2来计算的总量 客观结果就看到 这些年 从2010年以后 人民币的总量 成倍的超过了 这个 美元的总量 超过了日元的总量 至少大概比美元 这个M2的总量 多了三分之一以上 所以就说 人民币已经变成了一个 庞大的金融资本 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 严重的体制上的 这个 差别了 人民币 是中国政府 通过中国人民银行 发行出来的 人民币的发行依据 是什么 肯定不是黄金 人民币的发行依据是什么 凭什么这个钱值钱 因为它是国家 发行的主权货币 因此人民币 是由国家政治强权 向主权货币付权 形成信用 the currency credit the only one resources is the political power so the political power the political power the governments in power the currency system 是 美元的信用来源是什么 美元不是国家发行 注意哈 这个差别很大 美元是 私人银行家 形成的机构 叫feeder reserve feeder reserve not official not government 既不是官方 也不是政府 它是private banker organized institute 是一个私人银行家们 组成的机构 这个机构 拥有国家货币发行权 它来决定 美国的金融政策 由政府执行 这在世界上很少 有这种 这种 国家 也很少有这种制度 大多数国家 都是国家政治强权 向本国货币付权 形成主权货币 极少数国家 美国 是私人银行家 形成机构 然后呢 由政府来执行 私人银行家集团的政策 也因此 美国历史上 有过多次 比较强势的总统 要收回货币权 全部都失败了 想要下决心 一定拿回货币权的总统 几乎有一个算一个都死了 你们可以去查 这个有很多这种故事 但是你没法证明 它是死于什么 包括大家都知道的 肯尼迪遇刺案 类似像这样的 都有要求把货币权力 收归政府 这样的要求 都没有实现 也因此呢 就是大家看 到现在为止 中国仍然能够使用 国家对于金融资本的控制权 干什么呢 左边那张图 左边那张图也很有意思 私人资本投资是下降的 这叫顺周期 我刚才一开始 给你们讲了顺周期的道理 私人资本投资是下降的 谁投资上升的 政府投资上升的 这叫逆周期 逆周期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当经济下滑的时候 还有一个看得见的手 可以强行把这个经济推上去 所以中国这些年 当遭遇到全球危机 出口下降 经济增长困难的时候 中国政府主要靠国家金融 向不挣钱的基本件上投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往农村山区 甚至沙漠地带 投资修公路 修铁路 修机场 所有这些投资 都短期内不能回收 长期回收也困难 要不要投呢 要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不投 企业就没有 没有市场 工人就得失业 你反过来还得去拿 政府财政去支付 事业工人的保障 与其那样做 还不如投资 所以现在中国政府干出来了 大量的投资 投到了山区 所以你看世界上最大的桥 在中国 最长的隧道 在中国 大量的这些基本建设 都在中国 这条 我看是 Trump 最积极的政策 就是想干基本建设 但他最大的困难是 他没有像中国这样的 所谓SOE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State Owned Bank 所以中国的体制是 用国家的银行 得到政府给他的货币 直接支付给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直接去干基本建设 维持中国经济增长 维持劳动力就业 美国是私人银行家增发货币 去买政府增发的债券 然后形成两个手的虚拟资本扩张 向全世界转嫁危机 这两个制度 我仍然不是说好和坏 我只是说 它差别太大了 没有对错好坏 只是两种不同的制度 你们可以去看 你们自己去分析 这两种制度 作用各自是怎么表达的 那当然你用美国的理论来分析 就是中国现在 国有银行没有效率 国有铁没有效率 你们也不提供税收 你们还大量占用资金 是 确实如此 它干嘛了 难道就占用了资金 就什么也没创造 创造了大量的财富 只不过这些财富 无论是机场 码头 车站 高速公路 高速铁路 还是什么 它都短期内是不可能回报的 因此在中国的国有银行 有大量的资金是占押的 短期内拿不回来的 怎么着呢 让它破产 按照一般的自由经济理论 都应该破产 好了 你们只要真的执行 今天这些所谓 媒体上所说的这些话 中国是一个早就应该破产的经济 你大量投的都是短期收不回来的 好了 我们拿这条来对比Trump 他要这么干 但他没有中国这个手段 他怎么干 靠私人银行家 去改造美国的铁路 多长时间收回投资 去改造美国的公路 去改造美国的机场 多长时间收回投资 私人干嘛 私人投资是下降的 在中国是一样的 你们看只要遭遇到经济危机以后 浅蓝色那个曲线 就是中国的私人投资 它下降是必然的 那你怎么顶呢 就得靠国家投资往上顶 一个下降一个上升 就是这样 所以很多人对中国的体制 是直批评态度的 我倒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说你们看看实际作用 我也不想替中国的 这个所谓官门为体制做任何辩护 因为我也同样讨厌这套官僚 但是 它实际上 维持了这个国家 基本的就业 基本的经济增长 没出现 其他国家出现的那些问题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们恐怕需要多角度来看 多角度来评价 即使是中国启动政府的国债投资 这个两方面差别很大 我们说美国是用国债 来维持开支 维持军队 形成他的大权 下边一张图 可能大家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 就是这个 这张图 右下角这张图 右下角这张图呢 指的是中东地区 阿拉伯海 阿拉伯湾 红海这一带 美国的军事基地的分布 美国为什么要有那么大的军事开支 因为它在世界上 主要的能源原材料的产地 和主要的运输通道 全部都有军事基地 这是它维持庞大军费开支的一个 重要的内容 它得维持着对这些地方的控制 只有用军事霸权维持控制 才能要求这些国家用美元来结算 这就是金融资本阶段 军事霸权跟金融霸权之间 有一种法西斯化的紧密结合 什么叫做新法西斯主义 新法西斯主义就是金融资本霸权 只能用军事霸权来配合 它有极强的排斥性 这个道理 很少有人能够想得明白 金融资本怎么会是法西斯主义 看着很西装革履 你到所有的这些机构投资人 都是非常formal的 dressing up 都是这样的 它怎么会是法西斯主义呢 对不起 你想想原来的德国日本的法西斯主义 不也是dress up 也是穿的非常formal 所以我们看这个世界 这个左下角那个图有意思 那个是 那个是个世界债务地图 你会看到 主要的是发达国家负债 右边这个是人口地图 世界70亿人口 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但世界主要债务 集中在发达国家 就当我们说欠债可以不还的时候 就是发达国家负债 他就不还了 如果是发展中国家负债 必须还 因为你的货币是软货币 发达国家负债可以不还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货币是硬通货 硬通货的背后 是他结算货币 储备货币 维持结算货币 储备货币 靠的是军事霸权 这个逻辑就讲通了 这就是今天 要给大家讲的主要内容 讲金融资本全球化 他背后的课文规律到底是什么 好了 我就讲完了 谢谢大家